请大家喝茶 今天我请到我的华卫老师 阿们江佩文医生 大家好 请放轻松一点 老师,什么是菲徒Biophysics? 菲徒Biophysics 如果你把英文字分开 菲徒就是代表植物的意思 菲徒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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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菲徒就是物理学 我们学的时候是讲 能量、气、颜色 之类的一些科学 一些学说 我们中学的时候的菲徒没有教这种 那我问你 你有学过彩虹吗? 彩虹七个颜色是什么? 七个颜色就是 红、橙、黄、绿、蓝、定、紫 那你有上过菲徒吗? 就是FORM3 那些普通尺 我们只要知道彩虹的颜色 就可以了 因为你看我们的logo 就是由彩虹的颜色 组成的嘛 好像有九个颜色 细腻的说法 就是从400纳米 到700纳米的那一段 那一段频率是我们眼睛可以看得到的 这个频率 以外的呢 比如讲太阳射下来的话 它还有一些频率我们看不到的 那比如讲 紫外线啊 紫外线我们看不到的嘛 所以在这里呢 我们就加了一个粉红色 粉红色就是代表紫外线 然后我们加了一个很深很深的红色 那个就是代表红外线 这两个颜色是我们眼睛看不到的 所以这七个颜色是我们看到的 那两个颜色是我们 通过仪器或者是 呃 代表这样子啦 对我们知道它的存在 可是我们肉眼看不到的 哦 啊 那 它的白色也有意思的吗 白色我们看到的白光 如果经过水地的时候 就会变成彩虹咯 哦 所以它就被 白色的一圈东西包着啦 对 所以所有的光 融合起来的时候呢 就它会变成白光 嗯 嗯 嗯 也或者换句话说 白光里面有的频率 就是有这个 这些不同的颜色的频率 会聚在一起而形成的白光 好 那么我们用这种频率来做什么的啊 我们的身体 嗯 也是需要这些频率的 嗯 也是以这些 也是用这个频率来组成的 嗯 嗯 那我们身体不同的地方的部分啊 哦 其实都需要不同的频率的嘛 哦 所以就是好像 肺部这些绿色 对 就是绿色的频率是给肺部的嘛 对 那我们看一下 我们就拿绿色来讲 嗯 那我们知道地球上很多森林 嗯 对吗 很多树林 嗯 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些 自然圣菜里面的这些绿色的植物 对我们很重要 嗯 大家也都知道它为什么对我们很重要 因为它提供氧气给我们嘛 哦 对吗 那我们绿色的部分就是在心肺这一个部分 嗯 也是我们的肺呼吸的时候吸进来的就是氧气 对对对 我忘记提到那边 就是 还是有个心脏的 我忘记了 我忘记了 嗯 紫外线是我们肉眼看不到的 嗯 所以紫外线呢 它所涵盖的 从能量医学的角度上 它所涵盖的就是我们精神层次上面的一个频率 所以这个是包含了精神层面 因为大脑也有嘛 就是情绪跟身体的疗法来的啦 对 其实这个疗法呢 我们中文把它翻译为植物生物能量疗法 嗯 其实呢 它是应用这个植物嘛 嗯 植物里面的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花卉 嗯 那个花朵的气来帮助我们 嗯 嗯 我们是怎么样去确定这朵花可以帮助身体的哪一个部分呢 我现在不是很流行大家去泡什么蝶兜花的 茶来喝 就是那个那个也是这边紫紫色蓝蓝色 对不对 那我们看到这个蝶兜花 如果从能量学的角度来看 嗯 你是怎样去判断这个花可以帮助我们什么呢 嗯 所以 蝶兜花因为它的营养的关系 它渗透出来是蓝色 所以它的频率就是蓝色部分可以运用的 对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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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